大家好 歡迎回到網向編輯部的節目時段 今天就是2021年6月8日星期二的中午時間 今節有我許樂山 還有我們的紐西蘭波羅仔聊聊天 易得台仰 大家好 馬來西亞的彈巴Sir 馬來勁 馬來勁 小白熊社長 紐西蘭的Raymond Wong 小白熊社長應該有些事情在做 請大家Like我們的影片 留下留言 最重要是訂閱網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正香波 沙冷氣 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點讚 政府推了這個全城快打疫苗推廣的 小小的一個campaign 因為我看到香港的宣傳還沒說谷得很大 反而可以配合一些不同的商界 他們的抽獎也好 獎金獎品也好 所有的計劃 我們都做得相當不錯 每天有個驚喜 在排隊 繼續在講這些東西 疫苗的接種人數也是 直接上升的 最近一兩天 都見到一則新聞 也挺值得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這個姜濤 透露自己原來趁著放假的時間 除了保眠之外 也走了去接種了新冠疫苗 他也自己說 也沒有感受到什麼副作用 他說這次的打針除了是為了家人著想之外 他也是配合公司的安排的 透露稍後需要離開香港工作 所以打定就會好一點 對於打針方面 很多黃媒也好 他們的論調就是用兩個字 叫谷針 當然到了這個洞房地步也要用這個說法 講到谷字好像很有陰謀 好像勉強你那樣 逼你去 要出什麼獎金 禮品那些 黃友那方面 似乎可以説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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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説 傳染病中心的總監柯似説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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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得罪了某些人 有些人好像總是要追著他 要將他定性為是皇友 當然這個人是非同小可 自稱是異見領袖 香港很流行的叫KOL 上至到這麼有份量的梁振英先生 都被稱為KOL 小智可以說自己懂得看風水名利也好 打Bandball也好 都說自己是異見領袖 還帶領大家去一個新世代 新時代 就說自己很新潮 不要緊 每人都作個名字都沒什麼所謂 對於這位人興是誰呢 就是李梓敬先生 我看到他在他的網台 都插著這個姜濤 都插得很厲害 似乎要徹底地將他扭成為皇友 一定要扭到是為止 因為為什麼呢 說明這麼厲害 叫做意見領袖 還說他的意見領袖這一門 當時是一種生意 上市的啊 上市啊 准上市主席啦 哇 商業的奇才啊 我真的寫個複字 我們不得不去看看 你怎樣去帶風向 怎樣去把你的見解說給大家聽 令到你的支持者都覺得這個姜濤是皇友 好嗎 好啊 好 那我們一起學一下東西了 嘩 厲害了 怎樣把姜濤扭成為皇友呢 他在這個2021年2月15號的時候 就在他的節目裏面說啦 他挺有趣的 他把姜濤定性為皇呢 他一定要搬一些他的理據出來的嘛 因為他說自己叫做理直氣壯啦 是不是 那他怎麼說呢 其實他重複了這幾樣東西 在他有幾節節目都重複了 我不知道你是想做一個叫洗腦形式啊 還是直入式啊 還是怎樣啦 他就說呢 當時這個黑暴時期呢 有一次姜濤呢 就穿了一身的黑色的衣服 戴上黑色的口罩 那就給防暴隊呢 就截查 那記住截查 又搜不到什麼東西出來呀 又找不到什麼標語 還是怎樣啦 那這張照片呢 傳了出來之後 有些人說 哇 他是不是黑暴啊 還是怎樣怎樣 那他的經理人呢 就說回了 因為他是住在銅鑼灣的 再加上他都叫做明星啊 當時那個氣勢還沒到今時今日呀 姜濤他們整個組合 現在就相當之厲害了 那似乎聽起來 李梓敬先生呢 他都不太接受他這個解釋的 就是要將他 你穿著黑衣黑褲 就在這些現場出現 還不是黑暴 不是撐黑暴 所以才要這樣穿啦 那另外有一件事啦 他說姜濤呢 曾經在某一個post那裏呢 click了某一個留言 讚了like之後 那這個留言呢 就立刻呢 被連登仔呢 他們發現到 就立刻 哇 姜濤是不是男友啊 怎樣怎樣怎樣 他就不斷炮轟在那裏罵姜濤呢 你是不是藍絲呢 哦 好啦 跟著呢 姜濤呢 就解釋了 就說可能是他自己 手指太肥啦 按錯了這個like而已 我沒有什麽政治立場的 咦 好啦 但為什麽李梓敬先生呢 他又不會幫他說 咦 那他是不是會懷疑他是男友呢 哦 他反而呢 倒轉哦 他就說 哦 他呢 就向這些黃友呢 就跪低 他一定要討好這幫黃友 所以就說回 哇 這個呢 純粹是你的假設來的 哦 是不是 嗯 嗯 再下去了 他在他那一節呢 那個標題呢 相當之誇張 我看到呢 我都嚇了一跳 那其實呢 聽真點就得淡笑 其實很多標題都是這樣的 他那個操作 那他寫著什麽呢 MIRROR 男歌手 姜濤 姜濤 煽動人搞革命 然後問號 哇 厲害 這些罪名呢 即是你用一些這樣的標題黨呢 打過問號 即是 好像叫做抱有一個懷疑 他全部東西大部份都是這樣的 但是呢 他在那個內容呢 就叫做補回票 那個標題又這麼誇張 就寫了下去先 但是哦 如果有一些人 只看了那個標題黨呢 已經相信了這件事 或者直覺姜濤是不是叫人搞革命 就罵了先 那其實對於姜濤來說是相當之不公平的哦 還有他這個玩法呢 不單止姜濤 其實很多受害者已經出來了 那我們其他受害者我就不說了 那他爲什麽會說姜濤搞革命呢 因爲呢 姜濤就接受了 智雲大師 陳智雲呢 在一個訪問的時候 那他就說了一句 身體是革命的本錢 是啊 這一句呢 大家應該都很有印象的了 很多事情都是做很多事情的本錢 還有 除了革命 沒錯 那他就就 其實這一句呢就是 毛澤東先生的名句啦 那他就講了一下怎樣屈呢 怎樣扭下去呢 哦 喂 現在這個香港這個時代要搞革命嗎 啊 當時 毛澤東時代就說 要的 現在怎樣呢 那他就因為這個位置 他就說現在這個時代還要搞革命嗎 身體 是革命的本錢 這個呢 我很明顯地 你就是上綱上線 那你要這樣砌下去呢 那你是一個意見領袖 你能夠大一個風向 你這樣硬砌下去呢 喂 沒意思的 是不是 那你只有你講的 如果他只提到 革命這兩個字的 你都已經接受不了的 嘩 都 挺恐怖的 這個時代都 這個新時代就這樣就死了 那他就說了 當時他在 二月的 二月中的時候 他就說了 所以他不確定這個人 是黃還是藍 的時候 他說他 他不會支持他 所代言的產品 那你講了這句說話的時候 已經是自相矛盾了 是嗎 如果你這樣一口咬定 就說已經不支持的產品的話 那即時你已經是不相信他 就已經確定了 沒錯 你已經有一個假設 已經將你的想法 套了下去 所以你就不支持了 是不是 嗯 再者 他也有代言漢堡包那些 那個麥當勞那些漢堡包的 阿姜濤 是吧 大家都知道了 是吧 金拱門的 金拱門 是啊 那又怎樣呢 他又可以 他也可以繼續 扭下去 是啊 其實MIRROR他們有不同的成員 都有代言 有不同的店 他很有趣的 這個李梓敬 他都要怎樣死都要扭下去的 還有一件很老屈的事 我聽到我都笑了 他在他的節目 2021年4月14日的時候 這個他說的 我引述一下 免得播出他的聲音 因為有些網友聽到他的聲音 都不舒服 所以我不再轉播了 他說什麼呢 何桂南 在法庭的時候 就唱 蒙著嘴裡說愛你 這一首就是MIRROR他們的歌 還說何桂南 之後在獄中就搭人發了一個口信出來 就說自己現在的偶像是姜濤 接著李梓敬怎麼說呢 哦 這樣還不是認證到姜濤的政治立場 這個是何桂南 即是何桂南喜歡姜濤 那姜濤就是黃友的了 那如果何桂南在法庭上大叫我愛李梓敬呢 哦 你就大了 那你是不是黃友 是不是認證到你的政治立場 誰傻傻的 是不是 那如果何桂南在法庭上唱 國護軍官那怎麼辦 是啊 那他是不是認證到 戰狼中隊的政治立場 如果何桂南在獄中的時候 他說現在最喜歡的政治人物 是葉劉淑儀那怎麼辦 那是不是認證了葉劉淑儀的政治立場 他喜歡就會認證到他的政治立場 你這是什麼政治立場來的 我覺得很神奇 你這樣就叫意見領走 這樣就叫認證 是嗎 如果何桂南最喜歡的政治勾場是梁先生那怎麼辦 是啊 是呀 他會任他講的 然後你就當他認證 那如果是習近平呢 那如果是習近平呢 最喜歡的政治就是習近平先生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有沒有想過這些問題的 這些不要亂說 很好笑 那個意見領袖KOL這三個字 其實其實 衰得說 衰得說 用到便宜了 在香港來講 我看到一些自己 出了幾個Facebook 不是 出了幾個YouTube的那些片 就說自己是KOL了 很多都是這樣的了 已經是泛濫 所以為什麼林鄭月娥說呢 我不會去評論這些 就是逐個逐個去這樣評論 或者不會理會太多 現在 都說了 現在太多KOL了 但是他沒有用到泛濫這兩個字 那我覺得就 如果你這些 我不知道你說你可以用來上市 我不知道你用哪一方面的來上市 是吧 就是你說賣的那些什麼商品 合作計劃 合作計劃 我們等一下可以再講 再者 他即使另外也都在2021年5月24日的時候 又再繼續講姜濤 他三次的節目裡面 都會重複幾樣東西的 第一 就是講姜濤 在銅鑼灣被防暴警截查 他的解釋 我初來以為我聽錯 這幾節都重複的 是他重複再講出來 我不知道你重複這幾樣東西 那個用心在哪裡 我們有機會都想學一下 就是為什麼要這樣重複再重複再重複呢 再跟著就套下去 就說 按了一個所謂的叫做男友 或者叫做五毛的留言那裡 就是跟著姜濤就說手指太肥了 他會注重自己 言行也好 或者所表達的意見也好 還是怎樣也好 就說這樣就向黃人跪低 那好了 到了MIRROR的其他成員 去幫一些美心集團旗下的餐廳做代言人的時候 他怎樣去扭呢 他都要找個位置進去 他會 這些技巧 我只可以說 你相信你聽的人就會明白 但是 如果稍微用腦筋轉一轉的話 就知道你說話的邏輯 那個謀誤在哪裡 好了 你如果見到MIRROR其他成員 幫美心集團的餐廳做代言人 或者賣廣告的時候 你怎樣說呢 他會說 那些黃友會幫MIRROR怎樣去兜 他們幫這些叫做藍店去賣廣告 有他們的原因的怎樣扭 怎樣去扭 但是你又不會說 這個究竟又代表了他們的政治立場是怎樣 你又不會去說 好了 到現在 姜濤如果多打疫苗又怎樣 你會不會又是再去說 姜濤要跪下 之後會出來再交代 其實你看回那個輿論 你是不見有些什麼人說 姜濤你打了針 你就是什麼顏色 或者你做過那些什麼 說過那些什麼之後 說過那些什麼之後 就會說他是男友或者黃友 完全全下去去都是你講的 政治上的表態 很多時候是 但是不是真正政治上的表態 其實可能根本沒有什麼的 不過那些人看到 就覺得他是政治上的表態 可以這樣說嗎 可以啊 還有李子敬他變相 他就是把別人這些東西放大 你要炒作作一種黃藍之爭 就是把別人的定性 如果最好的定性到是黃 但是你看到類似一些 是剛才所說的 幫美心這些 他又不會幫他繞回 也不會幫他看究竟是怎樣的 現在打多針了 你又會不會說他 咦 打完針了 已經注射到你身體了 你會不會 那你究竟現在說他是男還是黃呢 如果你總是要用男和黃 來定性一個人 一個藝人的話 那你現在又有什麼可以好說呢 那我還有再說一下 他又怎樣去找得出呢 這個姜濤是黃友呢 說他 那李子敬又在他2021年 5月24日的節目裡面 就說了 又繼續炒回姜濤出來說了 又是說那些三保 防暴警截查他 手指太肥壓不了那裡 還有其他什麼何桂蘭那些 好啊 接著說了一句 他說他在演唱會那裡 最後 人家問他 那些隊友問他 你還有什麼說 他想一想 他說 香港加油 哦 你這樣說 香港加油還不是 方寫不知道你是黃 我們要分清楚 一句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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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判別人 難怪他可以判別看穿我們 是假扮男的 厲害的 真的厲害的 什麼都不懂的嘛 我講回之前 他將姜濤說過身體是革命的本錢 這句說話 這句說話 只不過是叫大家 要有身體健康 要有一個強健的體魄 不是說是革命的 真的 是啊 你做什麼都要有一個強健的體魄 好的身體素質的 這句說話是毛澤東說的 你可以 你不說是愛國的 熟讀毛主席的金句 你也不會 你也要冤枉他 革命 香港要革命嗎 這樣你就玩了 我們也都可以 不只是憑著李梓敬說就算 我也有看一看姜濤和智雲大師 這次的訪問 姜濤可能去唱歌或者跳舞 或者甚至乎有一些的演出 廣告那些 可能是經過演練 那他那個表演是很好看的 但是如果好像面對著智雲大師 這些這樣一對一 可能他未必記得了稿 或者他的職場反應 他可能人生經驗 真的沒有智雲大師那麼多 他未必知道怎樣回答 所以你看他回答這些對談的時候 他是慢了幾拍的 即使他講了那句香港加油 你記得香港加油 跟那幫黃友經常講的香港人加油 也是兩件事 你說如果香港在現在這個19的情況下 這麼難得才可以開演唱會 讓大家進來開心一下 聽一下 也都面對著很多不同的問題 甚至乎一所講的疫苗 會不會還有 防疫方面有漏洞 經濟方面有不同的事情 其實講 香港加油這四個字 我又ok 如果你這樣問我 其實他不明白那些黃友是講什麼的 那些黃友是講香港人加油 是的 相差很遠的 香港加油是兩件事 還有一件事 剛才台洋說 身體是革命的本錢 我可不可以說 這個西門子敬 連這句說話的出處都不知道在哪裡 他有說出處在哪裡 但是你竟然把這句說話 你說原來這個時代用 被黑暴騎劫了 你有沒有搞錯 對不起對不起 這個絕對不是 現在國內還有一種叫做反革命的說法 其實那個話語權 不應該被黑暴的人奪取了 因為習先生近期都有說 共產黨是勇於自我革命的 所以革命這兩個字本身不是有問題的 革命這兩個字本來是沒有事的 這個就是西門興搞錯了 其實在十八大以來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是先後組織和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 他說幾件事 之前我記得有人說 不忘初心已經是黑暴的了 對不起 不忘初心勞記使命是一個主題教育來的 在內地 那時候學習強國也有的 其實有些黃友不知道 貪口爽拿出來說的 有時候很好笑的 所以其實李子敬這件好笑 李子敬和鐵啰啰 人家之前有一個寫了不忘初心 他就說那些是黑暴的術語 不是吧 是啊 那些鐵啰啰他們也是這樣的 他根本不知道在做什麼 內地是 他扮了什麼 這些人是 動一點就說人家是反中亂港 其實自己才是暴藏禍心的 反革命 沒錯 其實穿到一身都是 例如什麼李寧的T 還是什麼 什麼非藥的那些 就是用一種最快最簡單的方式 來包裝自己 升級到自己一個愛國的先驅 還是怎樣的 相當好笑 你這樣冤枉姜濤 我覺得相當過分 是吧 就是你一開波叫人不支持 就是你說你自己 因為我說我而已 我不會支持他的代言品牌而已 你說你自己的意見領袖 帶起這個帶頭作用 是不是 如果到了這些位置 就不要在那裡扮 扮小 扮不懂 扮沒有影響力 還是怎樣 你說你自己要很有影響力 你沒有影響力的話 你叫什麼意見領袖 是不是 還說要怎樣上市 怎樣集資 所以這些很好笑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幾次這樣說來屈 所以他之前說我們那句 什麼 說我們什麼 黃扮藍 還是哪些扮哪些 初初我也很生氣的 當我了解到姜濤的事件 原來他這些人 像是說的 都是亂差這麼說的 都亂得很厲害的 笑死鬼 最後還說一下 他挺有趣的 他說自己做一些意見領袖 他說可以有什麼商業活動上 就可以大家一起聯絡聊聊 如果有些商業的機構 要你在你的節目上帶風向 這樣又行不行 那帶風向 看他的款式 說明了 快點來找我 不找我是你 你吃虧 就是這樣的意思 我會很直覺這樣想的 會不會是有些品牌 要你幫忙帶風向 將姜濤及MIRROR 他們代言的東西 要打殘 靠你的口 打殘他們 讓他們代言的東西 都要被人政治化 會不會有這樣的可能 如果有人跟你談 這樣的合作 又行不行 你說不行 不行 那你怎麼上市 你這件事又說不行 那件事又不行 扭扭扭扭 是不是 只是買產品 什麼產品 買什麼產品可以買到上市 我也想知道 我也想啊 那好吧 我們這次暫時說到這裡 站住 不是說什麼針對 什麼攻擊 那為什麼你不問他 為什麼他這樣去攻擊姜濤呢 你不問他 其實我們 他第一次搞藝人 他是要 黏一些藝人的知名度 去 令到他自己的知名度提升 他不是第一次搞藝人的 之前又搞馬俊偉 又說馬俊偉戴過五一口罩 是不是 再之前又搞陳敏芝 是不是 又說他遮眼那張照片 是支持爆眼女 原來預早支持爆眼女 原來可以 預早幾年支持爆眼女 這個李思敬正乞衣來的 根本上 當然你要澄清一件事 現在國內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懲治反革命條例 就是現在已經是 入了歷史的了 就是其實 反革命罪已經沒有了 在內地 先講清楚 他等一下又說我 你都不知道 已經沒有了反革命這條罪的了 這樣 那他這些 先去這個位置 是啊 他這些什麼 大資產階級 是專門玩我們這些無產階級的 是 上市了 人家都快要來 是啊 我們就想死了 不是想死 他就想死 我們就想死 OK 好 不要緊 不要緊 姜濤這些呢 繼續努力 你們呢 整堆人 代言什麼呢 都不要緊 這些 所謂的政治領袖 意見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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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見 參考都不用用來參考 都可以不理的了 也都可以講一下 其實這些 去到姜濤 或者可能有一部分的 明星 歌手也好 還是怎樣 以我所知 他們的生活 真的沒有什麼 去了解外面的社會 究竟發生什麼的 所以我們不用想到這麼複雜 究竟有什麼政治意味 還是怎樣的 反而那些 完全沒有得混 那些 就想去搞政治 例如那些 湯米那些 就是這樣 是 姓榮那個天后級 那時候也是 他一早起床 他都是在梳化上滾 等經理人 跟他安排了些什麼 其實經理人 M字頭那個女經理人 已經幫他每天安排好 他要做的事情 他要做什麼 你插針 都插不進去 他要去看什麼新聞 支持哪裏 哪裏 搞遊行 究竟插誰 周同學什麼事 跌了下來 陳同學為什麼不見了 王婆婆是哪一個 有多少隻鴨仔 這些 這麼多東西做的 這麼忙的藝人 是不會理的 是理不了的 經理人 你不要搞這麼多 基本上都是 叫做什麼 灑肺 台灣叫做 放在那裏 不知道做什麼 這些人想的太複雜了 就是你凡事這樣 推到政治化 去到頂點 要把他打成什麼顏色 就要浪費了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的話 你就不用由2021年2月15日 打到今時今日 意見領袖 我不知道怎樣領袖 多謝大家 領袖那100隻 99隻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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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